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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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字幕提供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來到香根 今天帶大家逛 雕刻之身美術館 耶 雕刻之身美術館 是1969年開關 是日本的第一個戶外美術館 這邊大概有120件雕塑大師的作品 還有以畢卡索館為首五個室內的美術館 這個藝術品是適合小孩子玩的 看小孩子可以從這邊進去 然後黑路站裡面攀爬 我們現在走在入了園區之後不久的大草皮的步道上面 旁邊看到很多漂亮的雕刻品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是綠印廣場 看起來有很多抽象的作品 我身後方這個作品是一個法國藝術家做的 叫做Miss Black Power 他是以他朋友懷孕的時候做發想的一個藝術品 後面這個雕刻品是來自英國的藝術家Henry Moore的作品 叫做Family Group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介紹爸爸跟媽媽抱著女兒的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了紅韻交響雕塑 它好像是玻璃藝術我們可以上去看看 上來這邊還馬上可以看到博物館的全景 真是超漂亮 但是有聚高聖人稍微注意一下 多遠軟了 這因為展區很大所以要走很多路 它很貼心的準備足湯 你可以在那邊浪角休息一下 我背後的是碧卡索館 它要展出碧卡索的生活點滴 那館內是鏡子拍照的 所以等大家來進去體驗囉 在我後面的是天羅帝王之森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裡面可以讓學齡前的兒童進去遊玩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地方真的很適合各種不同年齡成人來參觀 因為這邊也有很多小孩子可以玩的東西 所以從家庭 然後到就是一般的成人小孩這邊看比較 sophisticated的內容也是可以的喔 在我後面的是星之迷宮 它就是一個星星形狀的大迷宮 然後大人小孩都可以進去玩 不過因為昨天有台風的關係 所以今天沒有開放 超可惜的 以上就是這次香根雕坑之三美術碗 我是鮑勃 是鮑然 大家再見 掰掰